面对冰河谷三名斗宗强者的团团包围 萧原直接召唤出低妖魁和天火尊者 以最快的速度斩杀所有冰河谷弟子后 萧原他们决定先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 再想办法去掉小一仙体内的冰尊镜 旋即萧原伸手搂住小一仙的药 而后让低妖魁将躲在一旁的新兰带起 朝落神剑身处急速掠去 他们一走 山剑就变得好安静 只剩下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看着好吓人 不久后一道道白影从远处飞跃而来 当他们见到眼前残景 众人脸色骤变 包括守在入口的那位冰河谷老者 老者惊恶地盯着冰斧等人的尸体 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冰河谷弟子咽了咽口水 一声道 冰贤长老 围剿暗毒体的我们 谷中高手全部陨落 包括冰斧三位长老也在里面 冰贤长老听后 声音低沉道 把遗体都带回去 我马上回谷禀报谷主 那么弟子默默点头 望向那三具冰冷的身体 心力直打战 三位斗宗强者啊 谁有这等恐怖实力 能将他们尽数斩杀 就在这些冰河谷弟子收拾残局时 在洛神剑身处一个隐秘的山洞中 小一仙望着消炎 柔声道 你居然也突破到了斗宗 你体内的魔毒斑可解决了 闻声 消炎无奈地笑了笑 现在可不是管魔毒斑的时候 得先解决你体内的兵尊敬 听了此言 小一仙轻声道 我还好啊 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对于小一仙的性子 消炎十分了解 当下便直接无视了她的话 直接蹲下身来 探测其身体状况 现在小一仙体内的情况极糟 不少地方都布满了不轻的伤势 且最令消炎心头一沉的是 那所谓的冰尊敬 正不断散发着刺骨的含义 在逐渐冻结后者的血液与经脉 据新兰所说 这冰尊敬乃是冰河谷独有劲气 而且唯有斗宗强者 方才能够修炼出细小的一丝 若是语言交战时被冰尊敬侵入体内 那将会变得极为的棘手 不过虽然说这冰尊敬的确诡异 但也并非如同那冰府所说 必须由冰和鼓鼓主出手 方才能够驱逐 消炎细细体会冰尊敬的特性 沉思半个小时后 眉头方才舒展而开 然后手掌一挥 一个木瓶便是出现在山洞中 而后她驱止一旦 一股股淡水从那界中流出 将木盆禁鼠灌满 做完这些 消炎又是屈指连盘 一株株珍稀的药材从那界内掠出 然后碧绿火炎包裹而上 越延生腾间将那些药材陆续化为了 吃红色的粉末与液体 不断洒入木盆内 顷刻间 其中的清水顿时变为了吃红之色 消炎忽然转过身来 淡淡地说道 新兰将小一仙衣衣衫退去 然后扶她入城吧 闻言 新兰与小一仙结是一正 后者那原本苍白的笑脸 更是涌现一抹动人的飞红 片刻后 新兰将小一仙的衣衫轻轻退去 然而还不等那绝美的风景 展露于空气中 就听到一道入水的普通声响起 然后便见到小一仙 已经蜷缩在木盆内 只有一颗小脑袋露出水面 听得此声 消炎也是松了口气 再次开启了她的一火疗法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 涌入小一仙体内 她的脸色慢慢变好了 消炎看冰尊锦逐渐排出来了 就转头跟新兰说 新兰你对丹玉比较熟悉 我想请你帮个忙 新兰点点头 消炎大哥尽管说便是 你出了神剑 帮我收集一些药材 说话间 消炎从那戒中拿出一张纸 上面写了很多药材名字 这些都是给天火尊者炼制躯体药用的 如今她杀了冰河谷那么多人 想必已是结下了死仇 所以她必须有所准备 而且冰河谷把小一仙打成这般模样 这是不可能轻易就算了 文言 银蓝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下也不再拖沓 收好白纸后 便快步走出了山洞 在经过长达四天的夜火疗法后 小一仙体内的冰尊镜 也算是彻底被驱除 至于其他的那些伤势 倒是不足为虑 就在此时 消炎问小一仙 你的恩兰毒体怎么样了 小一仙微笑道 还好 但我感觉离发作只有两三个月了 消炎一听 眉头紧锁 这也算还好 小一仙看出消炎的担忧 安慰到就算毒体发作 让我神志不清 我也不会忘了你的 消炎叹了口气 道 别瞎说 三个月内 我一定找到天毒蝎龙兽的魔盒 帮你彻底控制住恶难毒体 文言 小一仙却是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天毒蝎龙兽 这洛神剑里就有 消炎一听 激动的问 真的吗 什么级别的 在哪 小一仙轻笑道 使其皆的 都能化作人形了 原来 小一仙刚进洛神剑 便遇到了一头天毒蝎龙兽 那家伙正好是这洛神剑的霸主 这家伙一见小一仙 就跟发疯似的 非要抓他回去当压寨夫人 当时小一仙受了重伤 懒得跟着疯魔兽纠缠 就趁机跑了 消炎听完 愣了一会儿 忍不住笑道 你这魅力可真大啊 连魔兽都被迷得神魂颠倒 小一仙沉声道 哪有 那家伙是看上我的恩难毒体了 我猜他可能有八星斗宗的实力 消炎微微点头 这实力还行 不是很难对付 等你伤好了 咱们就把他的魔盒弄到手 借是你的恩难毒体 就能彻底控制了 况且天火尊者 还去让东西来炼制身体 就是七斤魔兽的精血 消炎心里琢磨着 要是小一仙能炼化恩难毒体 实力会不会直接晋级到斗尊级别 那再加上天火尊者 他身边不就有了两名斗尊级别保镖 想想都让人激动 第二天 新兰出去找要回来了 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 消炎赶紧问发生什么事了 新兰急声道 消炎大哥 不好了 你和小一仙姐姐被冰河谷通缉了 现在很多冰河谷强者阵往这边赶 听说领头的还是一名斗东巅峰 消炎和小一仙一听 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这冰河谷还真是下血奔啊 要知道即便是风雷北阁的废天 也都未曾达到这般层次啊 当务之急 唯有尽快将天毒邪龙兽解决 然后为天火尊者炼制出躯体 方可脱困 打病主意后 消炎便同小一仙等人朝着天毒邪龙兽所在的方位掠去 而在洛神剑的入口处 一群人突然到来 使得原本平静的地方变得热闹非凡 一群白衣人聚集在入口外 最前面站着四位老者 其中居中的一位受持白玉蛇头拐杖 他正是冰河谷的天蛇长老 天蛇长老手掌一挥 一块冰镜出现 上面显现了消炎 小一仙等人的影像 这些是从冰河谷弟子灵魂中得到的画面 没想到那男独女还有帮手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 应该是丹玉之外的吧 冰河谷已经很久没遇到这种挑衅了 拄着舌拐的老者浑浊的目光扫过冰镜 却是一笑 笑声如夜霄 令人有种毛骨悚然感觉 听得他这笑声 一旁的三名白衣老者 皆是泛起一阵寒意 他们知道 每当此人笑得越开心 便是心头沙一越浓 走吧 我也想早点见见这群强者 冰河谷的尊严小 不容挑衅 天蛇长老带着众人向洛神剑那奔去 与此同时 硝烟等人来到了一座 庞大的白色石堡前 天毒蟹龙兽就在那里吗 硝烟话音刚落 搓了搓手 眼中不现一抹炽热 他一路从黑角域找到中州 总算是遇见了一头活的天毒蟹龙兽了 小一仙微笑着点了点头道 我想他恐怕也是感应到我了 似乎达到这种阶别的毒兽 对我的恶满毒体 也是有着敏锐的感应力 既然如此 那便让我们来见见这所谓的上午毒兽 会是何等模样 新兰 你便在这里 不要再跟来了 硝烟一笑 对着新兰嘱咐了一声 嗯 新兰点了点头 提醒到那你们要多加小心 硝烟笑了笑 旋即带着小一仙 对着那士堡门口掠去 就在他们即将踏足士堡门口之时 这片大地突然剧烈的震动起来 旋即一到惊天龙一声 猛的自士堡之类传出 宛如狂风般席卷而来 将地面之上的碎石 禁鼠阵飞 哈哈 小美人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找上门来 既然如此 那便乖乖地留下 做我的女人吧 本王要让你的恶满毒体 为本王生出最为完美 血统最为纯正的后代 龙吟之声响彻 一道大笑声 自士堡中传出 然后如连一般扩散而开 大笑落下 一道血红身影闪电般的自士堡中掠出 身影悬浮天际 硝烟望着摇摇天空的天独蟹龙兽 感受着那股滔天气势 眼中也是略过许些亚裔之色 这便是那传说中的天独蟹龙兽吗 果然很强 不过它的魔盒 惊血 还是我们的 硝烟舔了舔嘴 眼中迸发出炽热战意 天独蟹龙兽身为七肩魔兽 幻化成人类之后 显得十分俊备 其目光扫了扫小一些 然后便是顿在其身旁的硝烟身上 笑道 我说你为何有胆量敢自动送上门 原来是找了帮手 不过光凭这小子那二星斗宗的实力 可是连本王出手的资格都不具备 我来此处 只是想向你讨要遗物 小一仙微微一笑 轻声道 哦 这自然是没问题 只要你留下来做本王的女人 不要说遗物 就算是更多的东西 本王都能给你 话音落下 天独蟹龙兽邪淫的目光 盯着小一仙的郊躯 这些年中他还从未遇见过 能够让他如此心动的女人 既然如此 那便请你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 看着天独蟹龙兽的那种目光 小一仙却淡淡地道 天独蟹龙兽闻生 那俊美的脸庞上浮现一抹阴森 他舍不得将怒气撒在小一仙的身上 起背后的龙一猛的一阵 消失在原地 在他消失的同时 萧炎脚踏三千雷动迅速后退 天独蟹龙兽接连几道攻击都落空了 在躲过小一仙的偷袭后 他摊开双手 仰天召唤出这一片区域的毒兽 一片密密麻麻的毒兽海洋瞬间形成 萧炎在这片海洋中 感受到了两股四星斗踪左右的气息 他将敌妖魁和天独蟹龙兽召唤出来 准备让他们对付天独蟹龙兽 这一大片的毒兽 得由他和小一仙来解决 天独蟹龙兽一出来就表示 萧炎 你真是看得起老夫 竟然找了个这么棘手的家伙 萧炎摊了摊手说 没办法 要给要老炼制躯体 还差七斤魔兽的精血呢 一听和自己的躯体有关 天独蟹龙兽自然不会再推辞 只是以他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收拾天独蟹龙兽 好在萧炎让不逊色于八星斗踪的 第妖魁辅助他 天火尊者和第妖魁的出现 也让天独蟹龙兽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起来 在萧炎的命令下 天火尊者和第妖魁冲向天独蟹龙兽 小一仙让萧炎负责那一大片的毒兽 至于为首的两个四星斗踪 则由他来对付 小一仙的伤势已经痊愈 说是两个四星斗踪并不难 萧炎见小一仙游刃有仁有余的样子 便召唤出陨落心炎 没有灵质的毒兽 在星火的作用下 武火自然化为灰烬 但毒兽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他们被天独蟹龙兽控制 根本就不会恐惧 在萧炎想着该怎么解决他们的时候 突然一道龙音声响起 兽群顿时骚动起来 半空中的毒云 也开始向天独蟹龙兽所在的位置移动 天独蟹龙兽明显扛不住 天火尊者和地妖魁的联手 他想要借助毒兽群凝聚的毒云之力 萧炎自然要让他的算盘落空 他召唤出琉璃莲星火 化为一头几十丈大的火狼 火狼一出现 下方的兽群就骚动了起来 天独蟹龙兽看到萧炎的一火 脸色也是猛的一变 天火尊者抓住他分心的瞬间 将他一掌打到吐血 狼狈避开地腰癸的天独蟹龙兽 怒吼道蟹龙吞天 瞬间他变化为一头足有百丈大的巨兽 想要吸收由兽群凝聚的毒云 萧炎见状 手印一变 火狼喷射出一道巨大的火柱到毒云上 一火恐怖的高温将毒云燃烧得消散殆尽 由于一火的原因 天独蟹龙兽吸入体内的毒气 小得可怜 低腰癸更是直接一拳打在 天独蟹龙兽巨大的眼球上 天独蟹龙兽被打第一头从天空中呆落 天火尊者让萧炎指挥低腰癸 攻击天独蟹龙兽的脑袋 自己则来困住他 一股磅礴的灵魂力量 从天火尊者的体内抱有而出 化为一道无形的巨网 天独蟹龙兽的身体覆盖住 灵魂网可以直接对灵魂造成束缚 天独蟹龙兽被灵魂网和火狼困住后 低腰癸扑向他 疯狂地攻击他的脑袋 低腰癸如今的肉体力量一拳下去 寻常的斗宗强者都得吐血 就算天独蟹龙兽的皮在后 脑袋也很快被打到爆开 天独蟹龙兽在临死前 以蟹龙族的血脉启示 硝烟会在蟹龙族的追杀下逃亡一生 之后天独蟹龙兽的一只血红毒眼自动脱落 一道细小的血盲 以硝烟都无法躲避的速度 钻入了他的身体内 当天独蟹龙兽的脑袋彻底炸开时 被他召唤来的兽群顿时一用而散 与小一仙对战的两位斗宗强者见识不对 也都跑了 战斗结束 硝烟火速用琉璃连心火 将天独蟹龙兽的魔盒和鲸血拿到手 硝烟对天独蟹龙兽挥了挥手 中装着鲸血的玉瓶 说不久之后 要老很快就能再度拥有肉体 听闻此言 天独蟹龙兽也很高兴 过去了这么多年 自己终于能再次拥有身体 硝烟的这份真情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 他们的动静闹得太大 在拿到想要的东西后 硝烟便带着小一仙和新兰 朝着洛神剑北域而去 北域的一处山谷中 硝烟决定要将小一仙的恶难毒体解决 还要为天火尊者炼制出躯体 不然面对冰河谷的斗宗巅峰的强者 他们的形势会很不妙 然而 恶难毒体以前从未有人彻底控制过 也不知道控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所以还是先为天火尊者炼制躯体 硝烟当下便决定 开始动手炼制阴阳命魂丹 他将要裁一株株丢进万寿顶中 而小一仙几人择手带百米之外 硝烟闭关炼丹时 冰河谷的天蛇长老 也带人找到了天独蟹龙兽的地毯 天蛇长老闻着空气中天独蟹龙兽残留的气息 说 顺着这道气息走 就能找到他们 阴阳命魂丹是七品终极的丹药 炼制起来并非很困难 但也花了硝烟六天的时间 才终于炼制成功 当天空中乌云密布时 硝烟十分高兴地将地妖魁召唤出来 但天空中的乌云却突然停了下来 片刻后便逐渐消散了 这种现象搞得硝烟十分早兴 小一仙解释说 落神剑内的毒气太盛 或许是毒气遮掩了丹气 丹蕾找不到目标就自动散去了 硝烟只能将药顶收了起来